从去年的桑迪风灾以来 美国的慈忌人走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 急难救助的经验提醒志工们更要戒胜虔诚 从5月29号开始一连四天 全美有93位慈忌志工回到新陵故乡花莲 参与了四合一干部经济研习营 大家利用这样的机会彼此互相交流 推动置业的心得 志工围坐在一起距离缩短了 分享心得 气氛更问心 美国四合一干部经济研习营 应对规模虽然迷你 但人与人之间心更靠近 尽管不是每位志工都能抽空回到台湾 但是让慈忌志业在桥聚地生根的决心 愤好不减 上人不是告诉我们一声无量 无量有一声吗 所以纽约虽然只有我一个人 可是我们纽约所有的团队是无量的 美东慈忌人菩萨大招生 美西慈忌人就致力在社区里扎根 旧金山一座亚裔居民占总人口述 将近四成的城市 慈忌人靠着拜访居民送传单的方式 今年吸引超过120位的居民参与育否典礼 创下十多年来人数最多的记录 上人的法给我们 可是我们用错方法了 那从这个学习到说 真的我们真的是要很用心的去做 横渡太平洋回到心灵故乡 与正业上人温馨座谈 心与心之间临时差 一来一往之间 志工们把握机会文法精进 未来更要把正业上的期待 带回桥区地落实在社区 大家新闻花莲综合报道